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Xcode的视频 什么内容 是这样 今天我想给您讲一讲 这个Swift里面的属性包装器 是个什么概念 好那咱们开始 今天咱们不选择建立Xcode iPhone工程 咱们建立一个Preground 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我单独做一期视频 给您讲解一下 属性包装器的概念 为什么 因为今后咱们在做 这个Swift的UI开发的时候 非常的常用的一个概念 是这样 咱们先想 咱们有没有这样一个需求 就是说 咱们在一般的开发过程中 您有没有一个需求 就是说限制一个值的范围 比如说 咱们要做这个颜色RGB 对吧 那么RGB每个颜色通道的取值 一般来说 要限制在0到255之间 对吧 那么如果用户设立一个值 它设成300 设成500 怎么办 咱们需要对这些个异常数据 进行处理 那么咱们需要做函数 需要编码 对吧 能不能自动处理呢 这就是属性包装器的应用之一 今天就给您介绍一下 好不好 那咱们试一试 该怎么做 我呢 一点点的编码 您看我的编码 您就大概能了解 属性包装器该怎么用 好 咱们试一试 首先说 我把上面的input删掉 咱们不用 这个是Swift最基础的语法 好 那咱们试一试 我今天一点点的翘 咱们大家注意看 首先 咱们先声明一个结构体 好不好 咱们就叫做被包装的值 这个值 咱们 其实被包装的颜色都可以 咱们暂时就叫做被包装的值就算了 好吧 叫做Clip的Value 然后在里面 咱们能保存一个值 这个值 咱们就叫做 就叫做Store的Value 可不可以 这是咱们内部保存的一个值 这个值可能是今后咱们的RGB的颜色 咱们给个出值0 行吧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在这个结构体的头部 咱们需要加一个属性包装器 好不好 咱们Pro 应该是Pro 对吧 属性包装器 加完之后 然后咱们就要内部去给它实现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 我们看它的自动提示有没有 这个自动提示没有 那咱们直接手中敲吧 咱们需要使用 这个实必化 一个叫做Rapid Value 这个换句话说 它是被包装过的值的 这么一个属性 好不好 OK 然后咱们在里面 一般会有两个方法 一个get的方法 一个是set 对吧 这个一般来说 咱们就会直接Return这个值 对吧 但是由于这个值 咱们是有范围的 所以说呢 要做一点点 必要的编码 该怎么做 咱们试试 get这个位置 咱们比如写Return 这个没说的 咱们保存什么值 就给它返回什么值 这是没有问题的 set这个地方 咱们就要做一些 咱们自己的判断 为什么 因为咱们要设置一个颜色 对吧 它必须是0到255之间 那么咱们就做一个判断 就是说如果用户给咱们传的值 小于0 咱们就把这个值 比如它传给它是负1 负10 对吧 咱们就把它变成0 如果它给咱们传的值 大于255 咱们就设成255 这样的话呢 用户不管传什么值 咱们给它返回的值 都会在0到255之间 对不对 OK 咱们就实现这段逻辑 试一试 if 然后咱们有一个关键词 叫做new value 这个呢 就是咱们给这个变量负值的时候 咱们接收到的新值 对吧 如果它小于0的话 咱们就把咱们设置的这个store 变成0 对吧 咱们内部存储的值变成0 对吧 如果 否则如果 否则如果这个new value 它大于255的情况下 这也很简单 就让它等于255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OK 否则 否则就是正常值嘛 对吧 那么怎么办 咱就直接把咱们store的这个值 让它等于new value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我通过这个写法 就能够保证 用户不管传什么值 咱们存的值的值范围 永远在0到255之间 没错吧 OK 它上面的报错 是因为咱们这个地方 没有声明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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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化函数 对吧 够到函数 咱们这声明一个 然后咱们比如说 咱们就接收咱们被包装的这个值 对吧 然后咱们设一个初始化值 这个一个是这个内部使用 一个外部使用 这是这个swift它的语法的要求 OK 然后咱们在这个语法当中写上 因为是初始化器 所以说咱们就让咱们wapper这个值 等于用户接口传进来的这个值 没有问题吧 这样的话 咱们就相当于完成了一个属性包装器的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内部保存一个INT的值 对吧 然后这个INT的值 被咱们限制在了0到255之间 OK 那么咱们怎么使用呢 咱们试一试 比如说咱们再建一个struck的结构体 叫做mycolor 行不行 我的颜色 可以吧 咱们我的颜色中一共有三个颜色 一般来说是红 对吧 三个通道 红 然后是green 绿 然后再有一个是蓝 blue 没问题吧 但是这样写的话呢 咱还没有应用到咱们的属性包装器 那么怎么使用 咱们需要在每个属性的 咱们红 绿 蓝 前面呢 要加上一个 咱们刚刚 命 咱们自己声明好的这个属性包装器 咱们加上它之后 那么这三个属性就会默认具有咱们包装器里面的逻辑 好不好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这样的话呢 咱们相当于声明了咱们自己的color 这个color里面有RGB三种颜色 同时这三种颜色的曲直呢 会被限制在0到255之间 咱们试一试 比如说咱们在下面 咱们声明一个颜色 就是咱们的mycolor类型 行吧 没有问题 然后让它等于mycolor 然后咱们敲上RGB 比如说咱们给 随着这个人随便给了 咱们都给正常值 50 50 50 这没问题吧 OK 然后咱们输出一下这个值 比如说color red 可以吧 然后等于一个值 e字 这个咱们把它就封在里面吧 叫做color.red 没有问题吧 这我拷贝一下 有三行 green 没有问题 这个也是green OK 诶 这怎么两个 谁敲的 然后blue 没有问题 前面是blue 这上面也是两个 手真是 咱们今天怎么搞的 好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咱们声明了一个属性包装器 然后在咱们实际业务的定义的类当中 咱们去让三个值包装一下 那么它就会自动限制值的反 这个 举值的范围 对吧 然后咱们下面 业务中实际去应用 好 咱们运行一下 试试看 go 大家请看 出来的值呢 是50 50 50 这没有问题的吧 正常值嘛 对吧 如果比如咱们把这个green 改成500的话 会怎么样 咱们再试试 go 大家请看 这个green值 咱们被设成了500 咱们green的值被设成了500 那么它会自动 因为走了包装器 咱们得到实际的green值是255 这个就是属性包装器的 使用方式 这个方式呢 非常重要 这个在咱们今后 swift UI的教学过程中 您会看到大量的这样的写法 at 让一个值 state observed object 等等 您会看到这个值 这个值 这个写法的原理 就是今天我给您展示出来的 这个属性包装器的原理 是完全的一样 如果今后 我在给您做swift UI的教学过程中 您在看到at 某一个属性的时候 您不要感到吃惊 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期 已经给您讲明白了 它属性包装器的工作原理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咱们用swift 实现一个属性包装器的 具体的使用方法 希望对您理解swift的语法呢 有所帮助 OK 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然后呢 接下来我呢 会不定期的给您更新 基础的swift语法 以及 我今后呢 会长期更新swift UI的课程 希望您呢 能够关注我的视频 好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